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讲吴若军教授的佛学研究法 还没讲完 现在我们再回到朱仁光先生的佛学研究法 这个吴教授的佛学研究法是他个人的为主 而朱文光先生的呢 是综合了大家来讨论的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讲义 应证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 他转化三法印为研究的准神 那么下面又说了 吴晨跟这个应证法师 有人把他称为静代佛学双臂 这是我们汉传佛教 研究佛教很有他们的特质 这个旅程呢 比较是具有现代佛教研究的特质 比如说他懂得中文以外 梵文啊 日文等等 合乎木村太贤所要求的那种 而应证法师呢 比较有佛教的意味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那么他又他 这有个处置 抱歉啊 独到的见解 处到的见解 那个 应证于 以佛法来研究佛法 他有一本书 那么这个抱歉应该用双引号 一篇文章呢 就用单引号 一本书应该用双引号 因为他原来引用的用单引号 我就顺着他的用单引号 按照那个 我们的这个规则来讲 好 是这样 他在这本书《开宗明义》首先说明 假如离开佛法的立场 本则与生俱来的熟知熟见 引用一些世学的知见来衡扬佛法 研究佛法 这还成什么话 话讲得很白了 还能不动到西外飞驴飞马吗 以佛法研究佛法 这是必要的 万人必要的 换句话说 应老他的一个看法 跟一般学者的知见不一样 学者知见是什么 文宣学 什么 我讲的这些 用世熟地的眼光 思想 思考方式来研究 这位还是朱文光先生说的 这和欧阳见 就是欧阳禁吾 认为圣者之禁非世之所能至 不能以世之相求 而必须假言圣言量为依据 这欧阳先生呢 有类似的看法 佛的境界 不管佛 菩萨 罗汉 他们都不是世俗制 那我们用世俗制 来研究佛法 应该是借着圣言量 佛家有三量 一个是限量 一个是比量 一个是非量 这是英明里面所有的 限量是现在能够 任职 就我们一般说眼见耳闻的 比量是眼见耳闻不能达到 要根据推比 推理 所谓中阴域 三支比量 那个支称的支 三支比量 三支就是三条 三种 这跟逻辑不一样 逻辑是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 中阴域不是 中是立中 这个中 比如说 这个 按照这个 一般的演义法 凡人皆有始 大前提 小前提 孔子是人 结论 孔子有始 那中阴域呢 就是说 凡人皆有始 如果用这个的话 因是什么 因为有生 中间有个逻辑 有生必有始 比喻 孔子 苏格拉底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 因明是推理的 还没有成立之前的推理过程 因不明 凡人皆有始 这个 不能成立的 我们佛教说 有生就有灭 不生 则不灭 那我们讲不生灭法 我们证悟本性是不生灭法 那没有真实的 它有个逻辑 推论 那么 三段论是呢 大前提 是不可以推翻的 现在我不去论这个英明 我们只是说 佛教根据信解行政是经过了解释英明 经过了理论推理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可以推翻的 圣言量 圣言量就是经典所说的 就像我们儒家讲到孔子所讲的 曾经圣人守议论安感道 圣人讲不能够推翻 圣言量为一句 好 这个方面并没有局限于心意为是一家之言 而是 以佛教各种共义的法应为准神 词语可谓英语破低 抓住重点的评论 那么 那 主张 主张很接近啊 但是 以什么样的圣言量为一句呢 那 这个朱文官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面就很重要了 这方面并没有局限于心意的为是一家之言 因为 欧阳先生是把为是当作博尔法门 违反了为是 就是不对 可是 如来藏思想 中观思想 就是 以中观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问题 以后我会把这个所有这个问题把它 写拢出来 来跟各位去探讨 大臣佛法根据的一法应 只要不违非一法应就是大臣佛法 只要不违反三法应就是小臣佛法 可是到后来三法应一法应是可以远通的 就是小臣大臣可以通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到以后跟各位来提专题来做研讨 这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 所以呢 这就是诸武文光先生批评说 他并没有局限心意为是一家之言 就是你用心意为是一家之言 遇以破低 这词语是我把他加了 这句话是遇以破低啊 遇以达到了核心 抓住重点的评论 批论 我这边有个评论 差不多了 改个评论比较批论 批 有的人很喜欢用批判 我比较不喜欢用强烈字眼评论 比较中性一点 尤其学术讨论 有的人是比较讲的比较感情用事 那么应论法师认为啊 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法的一些内容 作为能研究方法的佛法 是佛法的根本原则 我们要依据佛法的诸行无常法则 从佛法演化的见地去发现佛法争议的健全发展与适应 不从自我出发去摄取一切 在佛法的研究中 就是一个不顾自我的成见 不存一成见之去研究 主人说换言之 要依据缘起三法印去研究佛法 这才是佛法来研究佛法 研究的方法 研究成果才不会辨知或者违反佛法的佛法 就是说 这就是一老所谓的三法印为研究准神 而不是说根据你哪个版本哪个版本 你哪个版本还是不能够违离这个三法印法印 讲到这边 我当然要说一句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话 他没提到意识相影 还有一点 可是他印老到后面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也不是根据这个 又变成进化论又变成历史的情节来思考问题了 欧阳先生跟印老的这两位大师都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这个道理 有时他的标准就像欧阳先生 他是以为师为标准 印老以中观为标准 说如来这样是已经泛化了 已经外道化了 他没有根据一法印 他没有根据一法印 讲到佛法之后 有的时候又有历史情节在里头 现在我们不谈 再看后面 藉由历史考证寻义 纯正佛法的方法学构思 但是这些呢 方法论 我们现在谈的全是方法论 方法论在哲学上很重要 在佛学上面也很重要 我们要用方法论来了解我们古德根据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在这个诸行无常的法则中 印尊为了要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去发现佛教 佛法正义的发展与实应 必须觉知出纯正佛法的部分 继而舍去过去时的 过了时的方便部分 最后所谓过了时的方便部分 就是很多是汉传佛教的 比如五十八教之类 往现代学者都把它扬弃了 请问他难道没有价值吗 一个有道理的东西 他的那个思考原则是可以被扬弃的吗 我们可以重新的认定他的本质 是可以被 这个我们了解他有没有违反本质 他用为什么用那样的思考方式 以后呢我都会去跟各位把这个问题 天台华言 他是站在哪个立场来建构他的一套体系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不是我去背五十八教 华言阿含法那波尔法和涅槃 小小宗那边 这样背的佛学尝试 但是不知道他这个 背后有一个整个佛教的那个精髓 所在 用思考的一个模式 好 好 那现在呢我们去再看后面 一集借由历史考证的方法 观察佛教本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形与实真 注意到历史长河 历史是在演变的 是在演变过程中的 变形与实真 故为欲谷欲真者 欲谷欲真 忽略了真意在后期中变更为发扬光大 中派的多发展 它是变质了呢 还是它发扬光大呢 值得我们去讨论 所以这就是一个研究方法了 欲后欲圆满者 又默示了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 这是两种啊 去发现佛教正义的健全发展与正常的适应 那么下面 真性佛法的长期的发展中 必有以流变而实真者 能立本于根本佛教的存摩 红传中期 红传中期 这个可能又错个字 纯朴 因为我那个打字那个佛根这个等于选 一不小心那个选字就选错了 有的时候你看它错 哪个你知道它用哪一种输入法 红传中期佛教的行解 泛化之机应圣 这是应老讲的话 泛化 泛化就是泛我化 泛我化就是婆罗门化 跟婆罗门混在一起了 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 书主以复兴佛教而参谋懂华言语 那这边就是对于如来藏思想的质疑 现在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三法印 三法印 大乘三细 信空为名 虚妄为世 身上为心 那么应孙法师的这三大细是很有名的 它这三大细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就是根据 从太虚老法师 太虚老法师也有三细 比如说 虚妄为世 论 虚妄为世论不是真上为心论 这是两派 虚妄为世 它只是说 这个涅槃其境里面有虚妄为世 有真上为心论在里头 那么太虚法师有 为世它讲法相为世 不是讲虚妄为世 印尊法师认为它是 为世是虚妄的 为世确实是虚妄 为世像是虚妄的 为世信不是虚妄 虚妄为世 太虚法师说法相为世 那么 信空为名呢 信空为名就是中论的 因缘所分法 我说即是空 一为是假明 所以一切是信空 一切法都是为名的假明 立了为名 信空为名 另外真上为心 这就是如来当思想 真上 因为能源经有常驻真心 性机明体 一切为心 所以用真上为心 所以为名为心 为世 相为 而真上为心 这个太虚妄大师的就是法戒原杰 法戒 一神法戒原杰 经有原杰 真上为心 信空为名呢 它就是法性空慧 法性的本质是空的 是要用智慧的观照 所以它是法相 法戒 法性 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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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相 法戒 刚刚讲的法相 法相为是 法性空会 法界原觉 那么 法相为是 就是为是系统的 法性空会 就是空的系统 要用会来关照 法界原觉 就是 正常维心论 一样 另外呢 五旗的流变 身文为本的 解脱同归 菩萨倾向的 身文分流 它不是用 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什么大乘佛教 什么不是 那是现代学者分的 一般都是这样用的 国际都是这样用 可是应老他的方法 他说 身文为本的解脱同归 就是小臣的身文 他不用小臣 他用身文为本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以小臣为基础的 就是所谓的原始佛教 但是 他这边分了 跟一般不同 什么 在同样这个地方呢 是菩萨倾向之 身文分流 有菩萨倾向 就是说 身文跟菩萨 不是绝对 一刀为二的 就是在身文中 他有菩萨的 那种 这种情怀 不过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不多 所以他这个分类应该是比我们现在什么原始 原始就是这个最好的 最原始 最根本的 那他这里比较不是那样 所以老师这里都有韵海的回小向大的那个 对对 有小大 小大 回小向大 所以他有一种身文思想到大胜求化的思想 不是用现代的进化论的思想 现在以后我们会跟各位讨论 进化论的思想是 我们现在我们的思考几乎都是欧美化 日本化 后来不是日本早期 我们的思考异地里面已经完全异化 以后我会跟各位很清楚的去讲明这些东西 我们原本的是什么 后来的是什么 我们在慢慢说 就是说你看分类没什么 可是你要去分析它 他说分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 对 一定要懂这个 而不是看到外表 我们大部分人都看外表 现在什么服貌 都是外表 真正内行 我不知道 你觉得大陆人是不知道 那么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 你看 这就是有个过渡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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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的 历史上 它就是根据历史 但是它根据历史 它不完全用现代的贴歌式的 好像说 大陆是演化 进步 人类是进步 像这样的一种观念 那么如来倾向 这个菩萨分流如来为本 知 佛教 这个如来倾向 就是慢慢走入如来藏的思想了 所以这边有点附带的 主要是虚妄为世为主 慢慢有正常 到最后就是正常为心 就是如来藏思想 那你看 泛活一体 如来为本知 天佛一如 把天道 因为 注意到 泛这个字 我们都是泛文 泛就是印度了 那泛这个字的最早当时 清静的意思 那我们按照这个天 我们有寓界 有色界 色界有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初禅 是最低一层天 色界天 最低一层天 叫 那个 初禅天 有大饭天 凡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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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泛天的臣 辅 臣辅 辅助的辅 这个 凡辅天 就是他的人民 那大饭天 是 他们的国王 那么因此 这个饭 是没有 我们人间 或者 其他 所谓的欲 是禅定的 初禅 禅定 境界 犯就是清静 没有人间的那些欲望 那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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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色名 失岁啦 罪名 隐私男女 主义都没有了 可是呢 他们印度人认为 我们的祖先是从饭天来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饭天 所以叫饭我和乙 就是他们的meditation 包括现在瑜伽什么 都是要回到 他们用meditation 就是禅作 还有那个体位法 就是那些 运 那种 都修行的前行 还有呢 就是 叫饭拜 叫歌颂 我们说 应该是 他的念法 那都是 饭文 最早是应该从饭文 来 有礼拜 禅作 跟歌颂 饭拜 这些佛教都是有这些啦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他认为饭是一个永久的 佛教认为他只是 设界的一个天 所以叫做天佛一如 把他混淆了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跟各位讨论 现在点到为 我们是 新佛与众生 十三无差别 他们说 饭跟我要 一体 就像我们的天人合一 我们讲的天人合一 那是他们的饭我合一 为什么说外道呢 因为你还没有就近 你的涅槃 还没就近 那这一次的同学的 这个报告就是 上学期的报告 我看有的写的都很认真啦 我是想说 以后有机会拿出来 有人就专门谈 饭 佛有何不同 我想拿出来以后跟大家讨论 跟我们的这个写论文 他有哪些讨论讨论一下 老师我请教一下 菩萨为本是大小兼创到如来亲像是菩萨跟柳 如来为本 这个过程在佛教的不全发展史上 对于这个本 那个诗应该没有 如来为本 那么基本上的话 这个五旗流变里头 这两个阶段应该分 佛教的思想的发展 从大众到圣文圣 到大圣思想 它有个佛圣论的确立 所以这两段应该是 大圣初期到终极发展的 佛圣论的确立的思想 跟他的这个历史领域还是有信息相关的 是啊 所以说 那么历史的像 上次我曾经跟各位介绍了 太虚大师的 因为他这个也是从太虚大师来的 他有自己造一个变化 他的佛思想是太虚大师 还是太虚大师那边过来 就像刚刚三系一样 还是从太虚派名词 名词改了一些 用他的一种思考方式来改 但是在那个映老的中观思想论述里头 他把佛教发展的切割点又不一样了 嗯 他有很多变化 不过基本上 基本上是 这两个阶段应该是佛圣论的发展 嗯 他是以信后为名为中心的 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 那么他在后面就是有这个 从佛法大圣佛法到密密大圣佛法 他也不赞成密称 对密称有很多的 一般人说他的误解 但是他那是大事后期发展的必然 他的后期有什么 对 可能这个很多人也有很多意见 也不以为你所讲的是某一部分 不能代表所有的 那如何如何 即使他密教发展的前景是杂密思想 嗯 先有杂密思想 那是佛罗门的 对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上传佛教 有他原始的本教 嗯 就好像我们有把老庄 纳入佛教系统 同样会被他指导说 你这个已经类似这种 泛佛一体了 会这样子了 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泛佛一体那就变成一个所谓的隔一佛教了 或者是 你已经跟外道这个 那个 嗯 倾斜了 甚至于说 不分了 嗯 讲了更难听 以后头翔靠拢了 你已经 变成外道 啊 到底有没有 那就是 很重要 可以说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咯 哦 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 这就是方法论 方法论 方法论的后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background 就是思考方式 思考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啊 现在我们全部都是讲方法论 这K算是 学术研究的 这个最关键 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呢 因为这个太重要 但是很多人没有 都没有厘清 都没有把它厘清 所以都在那个 都在那个表面上 嗯 我听谁的课 我是跟哪个老师 我是哪 我就跟 他的想法 自己跳不出来 来做客观的一个评论 我们先要说 所以说 我们谈到一个问题 一定要能入 入就是我先了解你们 在讲什么 要另外能出 我抽离出来 我再讨论一下 然后既能入又能出 然后分析他的得势利弊 好 这样才不会 就像我们说 不以人避己 不以己志避 人避己说 不被别人蒙蔽 我跟着谁 就被某一派学说 某一类的思考 说蒙蔽了 你跟欧美走 欧美有他的思考 可是有他的缺点 你也跟着他走 那么另外一说 自己我的研究 我的专家 我研究中也被我自己蒙蔽了 怎么样跳脱这两个 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点 要思考最重要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下面再看 其他的不具体讨论 佛教的三法 以世西兰同时兼须教理 判设准则 以教使判设准则的身份 通过历史考证 寻译佛教本意的进入 提供了合法的基础 诸文就说了 相信韦斯论 儒爱上思想 或佛心论思想的人 我们儒爱上思想 常常跟佛心论思想 合在一起讨论 若能学修 学修菩萨恨 还算是一种方便 若以为这才是究竟 这可能失去方便的妙用 而引用负面作用 换言之 印顺认为 初期大神佛教 新国卫兵 才是能够充分表达 世尊真剔的 原始佛教未能开展出大神的精神 后期大神佛教又多摄取了 印度真常我真心等理论 而沦为适应世俗的方便 教说特别是秘密大神 就是秘中 与汉帝高度发扬的 真常唯心论 汉帝几乎都是真常唯心的 他的可心 你否定了 把整个 汉神佛教完全否定 这些祖师大都全白活了 他们都是撒旦 被骗的 傻瓜 他们修正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 先不谈 所以站在《信公为民论》的立场 来隔量 来评量佛教史上 各宗派的思想方有 无诛 虚妄为世俗 缺出义 起心论 唯一建成义 禅宗 唯一智力 敬之与密 则义无可取 全摄欲下而已 这样的论断 所以很多的密宗修静的一些人 看了这个都不修静土 不相信静土 那《华元经》到《十大愿望》 早归极乐 华元那么大的 那他早归极乐的 是到底真来假的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一个问题 诸文 在映顺庞大著作群里 我们尚可以发现到类似的佛教史论书 经由文献考证的叛教等方法 描述佛教思想 如何从原本朴实的样态 逐渐呈现出变形扭曲以失真的画面 一顺是希望 得取每个历史时期相应的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成分 淘汰倾向鬼神化 以方便为究竟的思想成分 此种以人间佛教理念 贯穿在可知运用的经典文献而形成的 佛教启蒙史论述 可说是具有深意的 它是有可取 那么 是不是后面那些 完全像儒来藏跟密宗说的 都是有这个问题呢 下面 这个 第三 就是它是肯定 我们肯定应顺法师也有它可取之处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应顺的人间佛教理念 与叛教思想 主要来源是对印度以汉地佛教衰为状况的反省 然而现代佛教教诵义的问题已经古代迥然不同 印南与印度佛教诵义的困境相提并论 这些问题恐非话曰式的究竟 这个话可能有点错 有点问题 打个问号 方便 真实 流便等价值判断所能应付的 想要寻意佛教产生弊病的原因 恐怕还要立某出路 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 从太居大师就提倡人身佛教 我上次跟各位提过了 就是佛教是死人的宗教 只有这种走位的这种敲打仓念 这个佛教 佛教变成运元化了 而不实际了 也没有所谓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 你讲的那些道理太高深了 这华言怎么讲啊 哇那很高深呢 可是我们从华言看 那是诸佛境界 那是诸佛境界 我身上边应该是制约式的究竟 我想是一样制约式 孔非制约化约式 就是说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会走入偏差 是有的 鬼神化 用俗化 脱离现实化 只有它 现在给你钱 老师他通编的要义里头 这一点 老师刚刚你游标所指的人 人间佛教的理念贯穿上 可去应用的经典文学 而形成的佛教企能 使乐术 既有深意 其实在这个通编论术里头 他讲究是一个 同见学 跟佛教史的史学的结合 一个相对跟面相的一个综合素论 所以我想说 在整个他的 这个整个这个要义里头 还是在这个组组思想这样 这样沿细下来 所以 无论说他的时代性 或说他的相关的发展性来讲 还是要文献跟佛教史来说匹配的 这样这个垂直跟这个 这个回向的整合 他才会有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严密性 注意到这边 以方便为究竟 那是方便法 比如我们拿我们的民间 还会去找 比如说临终 对不对 还会去 就像神父 把你人走了 他有个世事家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找 那佛教这种 一样有 这个 那么就是说 这些方便 好像说佛教只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我们其他的修行 对不对 三十七道平 八正道 没有这样修持到临终了 那就是本末 当我治 不是原本的精神所在 你说得好 它是慈悲啊 当你一个家庭无助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信基督教 他为什么信基督教 因为我太太去世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基督教团体 提供了我心灵的空虚 帮我解决了 我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像类似这种 他哦 他信教了 这样子 但是他宗教的关怀面 是跳脱这个 这个学术路律 这是其中一个 但是不是所有 不是全部的 好像出家是因为受到什么打击 不失忆 那有的不是啊 不是啊 他就是一个 这种也是一种 但是这种不是说 每个都是这样 那就是一种消极 逃避或者怎么样 好 下面 那么应孙一认为 一本于后期大乘虚妄维师系 正常维心系的佛法 例如汉地发达的天台 华元 净土成等宗派 在西藏盛行的金刚寸教法 哦 这是他们很重要的 因为融色了其他所谓的外道思想 许多方面的设施已经转化为障碍 离佛法的正义越来越远 从宗教文化史的立场看 此一观点难道不是成见的具体表现吗 这是他做一个质疑了 你认为这些全部都是 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吗 这点跟泰皮法是不一样 泰皮法是八中病 他还是建立在传统 然后走到现在 他也不反对研究犯八丈 这个世界化 不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很明显的 除非没有任何研究视角或问题的侵入点 凡夫无法不报陈进来进行研究 就一般的人 因此诸法无我 作为研究佛学的法则 对尚未正入无我境界的人来说 上法本体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的正成 而有待于无人做更深入的思考 就是说 你可以要求一个 已经正入无我的来研究佛法 他已经正入无我了 我想他不必研究了 他说的就是 就是圣言量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这个 这个 佛和菩萨和罗汉 这样子 比尼尔论应圣的方法学 各欧师虽然存在着各种哲学理论上的盲点 但若要想从佛典中提炼出内在佛学思想脉络 而又能做出现代佛学研究指导原则 从发三法印而来的灵感 不仅是相当重要的思考 也是教诫与学界珍贵思想之源 他讲的是持平的 这样看是对 不过我这边也有点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要求正入无我 可是你可以按照我们在经典里面常有 如理作义 如理就是说 我合乎那个逻辑 合乎佛教那个逻辑来思考问题 根据三法印 一法印 如理的来思考 其实一个修行者也是这样 我思考问题 我也是如理 所以为什么西藏有很多人 这个 这个 变经呢 变经 就是说 有没有正确的一个逻辑思考来思考经典的问题 正确的特别 就像说 我今天买一张高铁票 我找对了窗口 我买到高铁票 一张真的高铁票 然后到高雄 我坐上了高铁车 那将来一定到高雄嘛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嘛 我买机票也是 我到哪儿 目的地医哪儿 机票 我还没到 但是我都没有错 这个 这个就好了 这个 这个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我请 我请 我的官庆生报怎么 平心而论 在这边 我们现在再 下去 佛学研究蓝图的破话 道安、杨白玉、常兴、谭玄、吕成、李士杰等人 关于佛学研究方法的论述 主要环绕者研究态度、研究范图、研究次第、文献资料等方便来开展 由于 由于上述诸篇作品之主要 主题以范围 揭不出太虚 吕成论述之范围 而且 吕成的文章 影响颇为深远 故请 佛学研究法 稍加论述以见其 大概 佛学研究法出版于 这多少年 那么 冉玉华表示 吕成教授是我国佛学研究少数几位先驱之一 在这个范围里 他曾经有过巨大的贡献 许多学者在不同的方面 多多少少都受过他的影响 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 初入佛学的门时 我们阅读吕教授此书实在得以肥浅 后辈学人多有同感 因此可知佛学研究法就是 吕成写了一个佛学研究法 在现代佛学研究 领域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我们说 我们用了好几个 吕成的我们都没有什么 因为他 大约都是 像杨白依教授他用的 还有那个穆尊太贤 那么 殞尊法师 还有呢 这几位 就是还有那个 武军教授 大概 都是这一类的 好 按佛学人用法制结构 分为藏经佛传教史教理等事部 本来论述 吕成所说 以研究为一句的训谷 以运用批评建立的答义 这两种方法学手段和教理真相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建立起来 并无任何认识论和方法学诚实的说明 并无止是掌握了训谷答义二法 就可以获得佛教教理真相 此一素朴 这个也就是错 素朴的方法学观点自然有待进一步的采明 所以 吕成的方式 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 那其实就是欧美日本人他们用的 还有一点 前家之学 这以后我们会提到前家之学 那一套思考方式 好 一个短暂休止符 从理论建构来说 能以佛教思想为基点 来构思佛学研究方法的学理依据者 除了太虚 欧阳见 应孙之外 几乎苗不可得 几乎有之 译为欧美学术伯来品的转述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的研究方法 几乎都是欧美式的 欧美式的 其实还有就是前家之学 那么宗教经验的叛读 那么这里呢 就要谈到一个是 我们上次对于 吴如君教授 那一篇 文字 我们上次就是谈到日本学者 这是吴如云教授的研究法 他在检讨 日本学者 虽能广泛地涉及各方面佛教哲学 但以不及严重的缺点 那日本在佛教的贡献 我们说他编这个大阵仗 星球大阵仗 还有他们编词典 这方面真的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使现代佛教现代化呢 有提供 跟学术研究有很大的方便 这是不容否认的 但是呢 我们再从另外一角度 他说 这主要表现在文字障碍 于自圆自意 只是太过 它自身意义为一种障碍 使人对它背后的意理模式 看得不够通透 日本学者很容易犯的毛病 文字的障碍也一带来理解的 肢力破碎之弊 借着丰富的文字知识方面 学者自然可以对某个问题所设 就其广面座无穷的追踪 但若缺乏生成综合省察的智慧 就不亦把握问题的重心 而流于智力破碎 不着编辑 这是哲学研究的大技 不仅是这种弊端正相当 普遍的存于日本学者研究之中 我研究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论 我就把这个当做 所有的这个波尔法门 就好像说 我记得以前啊 在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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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 文学批评 那当时就有很多 刘美刘欧的这些学者 博士 回来 今天我跟那老师 所以 结构 分析的 我就把结构当做波尔法门 最好 明天换了一个老师 他是以结构 你结构 我结构啊 我就以结构 我最好最好 怎么怎么好 或者我用心理什么什么分析 有潜意识分析的 哇 他有什么最好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心理学有什么 完形派啊 潜意识啦 交流分析啦 什么什么 都有他的道理 可是你这个 你这个道理呢 就是说 他这个道理都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不会帮助所有人 可以帮助一部分的 更不要说别 我再说一点 更明白 各位更容易明白 就像说 我们拿西医来讲 西医的药 永远在变 永远在变 永远在开发 永远把心理药出来 可是中医呢 中药永远那些 什么 黄旗 当归 红枣什么 都是那些嘛 跟食品差不多的啊 到现在 什么 还是那些东西啊 那个就是饮食一样的 你当饮食呢 补身体也可以啊 对不对 他可以当饮食 也可以 这个不会吃坏身体啊 那个药就不行哦 嗯 药不能乱吃哦 没有那个病不能吃哦 可是呢 今天的药明天推翻 明天药后天推翻 就是 永远在变化 所以我举例什么意思呢 我们传统有传统一个老 五十八教 五教师宗 他有一套逻辑 这套逻辑就是什么 就是 这里所谓的 啊 那么 能够综合醒茶 综合归纳 所有的佛教把它纳入一个体系 就像易经一样 比如易经这个道理 啊 我们现在都把它变成算命什么这些 其实易经怎么样 天文地理 啊 兵法啊 什么什么 命理 什么都可以用易来解释了 我上次还跟各位 比如易 易可以怎么样 就是电脑 电脑二经位就是从易经来的 对吧 莱布尼茲 什么什么这些 啊 这些现在所谓的 什么 甚至于包含这个什么 车不准定 很多很多都是 我们易理的 易理就是一个逻辑 那个结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一个形上学的结构 纯有论形上学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个结构可以千变万化 不是说哎 它只能用在 一般人就说哎 研究易就好像说 就是研究算命 研究 这这这这这些 阴哉阳哉 不是啊 他天文地理还有吧 我们人身体 我有一个朋友 侯秋冬叫他说 易挂以中医 中医就是阴阳含日虚实 就是跟易的原理一样嘛 我们人在天气之间 就是这些 绝对大道理的变化 那有的祖师大德 把这个易变成五味颂 把华英道理用五味颂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那一套的 思考逻辑的一套的form 一套形式来解释事情嘛 这些呢就是 这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 我们的传统文化 它有它一套的形上学的 或者一种一套一套的理论 这套理论是 就是不会随时间空间变 那到现在易经还是很多人研究啊 易经科很多人啊 对不对 可是大部分都以为是走 走的是那条路嘛 那是算命 不是 它其实它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广 其实禅中里的潮动就是很幽为的 对 也是 也是这种 就是说 禅啊什么也都是它活用了这个意的道理嘛 它把因 因就变成一个形而上 看不见的 阳就是看得见的 线上界的 来这两者的关系 西方逻辑没有灵的观念 没有说看不见 都是看得见的 有 有 有 我们是无跟有 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 好 这就是说你去研究 做专题研究呢 为什么我都开玩笑 以前跟学生说 所谓专家就是专门执着之家 会有产生这样 而这个 所谓的大师就是它能够综合归纳 整合 就像现在这些新儒家的学者 包括某国中央先生 他们都是综合归纳了 不管他讲了怎么样 但是他有他的一套道理 有这样的一种能耐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训练出来这一套的方式 好 研究的入路和线索有效性 也本质地影响研究成果 所以这个点很重要 研究的进入线索 日本学者常好 透过一些狭窄的资料 或不是正方方正的面向 来论意义寄生且广的题材 故所论常不能种地 如中村元对于东方思想方法 做了综合的研究 他有东方思想方法 基本假定佛教是东方思想主要表现形式 这种线索实至于日本西藏的研究 自非无效 因为西藏的文化主要的就是佛教 可是实至于中国的研究就是 因为中国民主的思想主流中间是儒家 不是佛家 那我还加个道家 像我们明天宗教 什么吕洞宾也有嘛 观世音也有嘛 孔子也有嘛 麻祖 麻祖也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整合的这样 那么应该说一说还要加上道 所以因此你要了解汉传佛教 你还要从儒道到佛三家 它是相通的 此事不同于日本西藏 唯有正面深入儒家思想内运 才能正确把握中国人思想方法的特色 好 下面呢 就是他介绍了几个学派 一个是维也拿学派 是文献与哲学双轨 就是说一方面学习反巴掌 另一方面掌握西方的哲学理论 特别是亚里斯多的逻辑与康德知识论 因为这个亚里斯多的逻辑 这是在哲学上几乎都用的了 那么康德知识论 他康德知识学某中三星特别喜欢 有点像朱熹很精密 至于现代 以至于现代逻辑 他们以这两个为工具来研究佛教哲学 特别是逻辑与知识论 这个文献与哲学双轨的方法 就学术来说是比较健全的 这是吴如今教授的看法 当然这也有相当道理了 但维也拿学派的研究也有现实 就方法论来彼此认为 这种研究并没有多少可疑之处 但是为人所批评的多的是在哪里 恐怕就是有时太泛滥 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理论 来论述佛家英明学一点 这英明是佛学式的 你用西方的知识论来 而且它是一种修正论 有我们说有限量有比量有飞量有圣言量 还有叫做正量 正量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就是你要是实践 那么西方的知识论不是在实践 我只是在推理而已 我只是说明个道理而已 跟实践不一定有关系的 卫免太侠 这种学文所计则论虽然是政治 毕竟还是事先的 是初期修行决断所要讲习的实践方法而已 它的基础是主观客观对立分析 好 这边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参加某个大学 有一个研讨会 我们到研讨会都请过一个 前面有个主题演讲 这个主题演讲不是讨论的 就是说请一个比较有名望 尤其是国外来的一个学者 有国际学者 那么来做一个 对 有关现在欧美学术研究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他个人有什么 那么这位学者呢 其实也是我们台湾出去的了 那么就是说 他说我们他讲人性论 他说寻止讲性恶论 根据现在比较流行的欧美学说 他认为为什么孔子 寻止会讲人性是恶呢 因为在战国时代人性比较像恶了 那么这种就是说 他觉得说 就是说 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流行的 一套欧美研究的方法 这其实就是历史研究法 来讲 那我如果要反驳的话 怎么反驳呢 比如说孟子有一句话 各位都读过了 孟子说 讲性善嘛 惊人乍见如子将入一颖 必有触替彻隐之心 乍见是certainly 非悟其身而然也 非所以辣椒于父母 这个这个 如日的父母也 非所以 这个 要欲于相当朋友也 就是说 非就是 不是为了推理说 哎呀 他想跟这个孟子的父母亲结交 也不是 要表杠啊 相当朋友说 哇你这个人很勇敢 或者怎么怎么 都不是 那就是逻辑分析 我要不要救他 certainly就是 这一刹挪的时候 我不会去思考 他是 男人 是女人 是大人 是小孩 是犹太人 是阿拉伯人 这是哪一国人 我这一刹挪的时候 是完全直觉的 哎 这样 就有反射动作一样 因为从来 我眼睛就扎起来 扎一下 这不需要 不管什么民主 没有民主 就那一刹挪 那个是我们良知良能 的时刻 我不会因为 有 我分析说 我要不要救他 我救他 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就不是 不是属于乍箭 这个就是 啊 certainly 所以 这个不随着什么 战国时代呀 什么春秋时代呀 什么 所以他的那个逻辑分析呢 是完全是依据 西方人流行的那套执事论 或者 方法论 来说 哎 我现在一种非常 可以把历史上 为什么寻止讲性恶呢 那我们传统说 那是意内说 跟意外说啊 意外说是外面的 诡犯来诡犯我的行为 意内说是我自己自发性的 对不对 像我们佛教 就类似意内就说 这个成佛 这个决心是我本有的呀 不是佛是给我 他给我 不是 哦 我本质具足的 所以这是 这是说 你用西方那套逻辑来思考 我们那种原本的儒家也好 佛家也好 你那个思考方法可能会产生问题 虽然是很流行 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这个角度 合不合乎我们原本孟子的原意呢 我是打一个很大的 这样 所以这边还讲一点哦 这边还讲一点哦 他说你看 这边跟人说 初期就应该讲一些思想方法 它的基础经历在主客观对立的格局 心灵人士在一种直取分别状态 这并不是超越了协脱智慧啊 所以说 我们讲协脱智慧是怎么样 就是说 我们不用思维方式 不用分别心 不用大脑了 所以有人说 不用脑 用心 脑是我们要分别 会思考问题 在我们禅修的时候 你不可以动大脑 你的 我们的大脑是stop 是停止的状态 是休息的状态 你的心灵才会活泼 我们所以会那个就是 因为我们动了太多大脑 把你原本的那个心灵 那个活泼的那个东西呢 锁住了 锁码了 所以禅修就是要把你的大脑 那个逻辑把它打破掉 把它就是covering 把它消除掉 因为我们动了太多大脑 我们人类就从小到大 就一直在动大脑 动脑筋啊 所以我们常骂人 你动了大脑 你脑残 骂人 我们学佛就是要脑残 不要去动那些脑筋啊 禅修的时候你不能动 动了就不对了 开口变错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看 就是说 佛家英明从陈那开始 陈那是一个大师 那个中英域的这个三 五分的这个到三分的就是这个中英域 知讲究 论究 前六世的性质技能 其中是世间的智慧能力 它共同的特殊形态是分别而起直 但若着眼于泄脱 要超越世间和不断 两种烦恼 所以不能追那么继细地板 如果我耽搁一下 你刚刚才讲得很精彩 说那个圣之心 就是不冷人之心的 都是良知良冷 那我用一个这个普遍的这个 测试感情 孰亲孰中一个 也可以讲笑话来回应 像我们现在测验说 夫妻的感情 跟妈妈之恋感情是孰中孰亲 妈妈跟妻子同 两人同时落水 那你要先救哪一个 这个就不是良知良冷的 不冷人之心的立即表现 这个经过妄视维系的思想 对不对 这个经过区别 所以就是第七第八 这边说不论乃其实要论 对不对 他要做一个这个取行 就不像老师讲的论子思想 但是我觉得说您讲的 那个荀子的性恶论 是万人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 相待果别的一种 对立观来做区别 这一点可能符合现在社会的一个教育 好 那我们修行一下 请不吝点赞